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一定要自己去多看一看 我准备跟随你们二位的脚种 你知道吗 因为什么呢 我打听了 原来马英九就是为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一亿美元 我昨天才知道 他的庆祝纪念活动是全年的 是全年的 一直到 精彩一百 像精彩一百 你知道吗 双十是辛亥革命的日子 但是这个要到这个一九一二年的元旦 一月一号 是那个南京临时政府宣布中华民国建立的元年 所以到明年的元旦 才是他们满一百一百年 哎呦 这家伙 所以他说故宫的 你前他上次跟我们讲 故宫现在这个这个展览 这个展要到明年 要到明年 所以就我都准备要要去看 但是说完跟我们分享一下 现在台湾怎么风光了 哎 其实就我这次回去 我也觉得说这次的宣传 真的好像轰炸机一样 就是因为我这次跑了还蛮多个线份的 你到每一个线份 你只要测试开在主要的大马路上 到处都可以看到 那个有关于辛亥百年庆祝的一些招牌 对 因为特别是 你看马银角所属的国民党 还是国民党的领袖主席 在地方上各个县市都有他们自己的人 自己的立法委员 自己的地方议员 也用着各自在地方的实义 哇 趁这个时候 赶快跟马银九庆祝的连在一起 照很多的像 所以你会浓浓的看到 其实不只是看到 有关于辛亥百年的宣传 你也看到了更多的是选举的一些图像 为明年选战的基础 选举 不过在这个时候 以街景上 以街景上我看到 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说 我闻不出有一些历史的一些回顾 跟比较文化性的一些那种 什么闻不出 就你闻不出来 对 因为我只看到这个字 还有看到一些 要选举的一些人 但是它的更深层的意义 可能让你去参加一些实际的活动 但是在很多的观光点上 都有很多的手册 然后我们发现 它这一整年来 它不只设计了一些 我们看得到的一些活动 还有很多软式的规划 就各地小到一些地方的文化中心 都有许多文化 艺文活动的一些配合 你当满目 然后甚至呢 马银九爱用的脸书 非逼上呢 也常常三不时 我们叫脸书 对 Face就是脸 他也真是靠脸吃饭的 对啊 就让你鼓励你去消费之后 满多少钱呢 鼓励你拿这个点数去上网 按一个赞 你就可以参加抽奖 很多事情 都搞得像个综艺节目 我总觉得 对对 他那个10月10号晚上到台中的 那个大型的演出 也是一个摇滚音乐剧 对 而且你知道 我就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台湾人是我们的好朋友 所以我也觉得他确实很有意思的这么一种人 他现在啊 对于这个国家的这个认识啊 真的是谁 很多人跟很多人都不一样 你这样搞活动 所以他们也有人说啊 说有些党派讲起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啊 他爱美 他有他有存在一种不知道怎么讲 是高调的讲 还是低调的讲 是模模糊糊的说 你比如说有些人就较劲 有个叫是不是叫刘家昌的 刘家昌呢 有过一个歌 大概是就是叫中华民国送之类的歌 好 他们要搞这个100年的这个活动啊 就让他去唱 刘家昌就好 但是临头去了呢 一听就不去 因为主办单位跟他讲啊 说台湾建国100年 刘家昌一听就恼了 什么意思 那台湾建国了吗 那应该是中华民国 因为刘家昌是信中华民国的 你明白吗 所以你觉得很好玩 徐老师前一段去有什么感触 我对政治到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触 我这是觉得从内地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台湾有 我真的感慨这个两千多万人啊 这个能量很大 其实就一个北京这样的人 就是北京的人口这么多 整个台湾啊 尤其是我的范围就在台北 台北就两百多万人 等于北京一个区 你仔细去统计 可能就是朝阳区 或者宣武区 没有宣武区了 北京 没有宣武区了 就是东城区西城区 西城区吧 等于北京的一个区 可是它所产生的文化影响 在整个大中华圈 不仅是只是对大陆 也对香港 也对全世界的华人 所产生的文化影响 台北的文化 可能在台北的人自己不觉得 了不起啊 了不起 两百万人 我随便举个例子 有一个东西 我不去 我不去讲那些什么坦克啊 飞机啊 也不去讲那些 跳伞员掉到树上啊 那些都 大陆的人跑去 现在他们叫陆克嘛 但很多人去观看 一看你要是比大楼啊 比阅兵啊 那台湾没得讲 可是有一样东西 我跑到那里 我就说大陆 谁跑出来说 你有比他好的 我就真的说不上 比方去敦南成品夜店 成品书店 他一个书店 星期 我上次不是有几张照片吗 你没放吗 半夜 星期六晚上12点 星期六晚上12点 那是周末 那是在大陆 那只有disco 才非常火爆的地方 可是他这个书店 排队排得很长 青年男女 都在那里买书 第一他的书好 这个整个书店布置好 这个不去讲他 然后里边的人啊 时髦啊 靓女也多啊 而且也不是一个社交场合 他们到成品去找对象 是是 是吗 我看看也不是 是是是 是是 我有的台湾朋友 每天夜里都去 这是部分啊 可是我还特别观察了 我在那里算 我想这个周末晚上 这么多靓女 很多人打扮的那么性感 是不是是变成一个变质了 不是不是 还是很多人 那不是成品夜总会 你放心 那还是很多人在看书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晚上来半夜经常去嘛 我先谢谢啊 对于宝岛的一个送赞啊 确实在 这个书好啊 跟我们从小的那种教育有关啦 真的 因为你看你如果走到 台湾的小学的校园里面去看 你看那个班级就知道 像大陆的学校 班级怎么编班 用数字吗 因为数字多的 高尔一班 高尔三班什么的 台湾的呢就是 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温良公俭 让理智成永连 就这些班级 然后以前我记得 我们要去教老师的时候 我们进去了导师的教室 我们要先 然后随便一个老师回答你 进来 我可以 然后我们才进去 对 然后以前到现在就是 还是要起立敬礼 坐下 对老师 就我觉得这些是很自然而然的 然后叫你做什么事情之前 请 比如说那个东西拿给我 老师会盯着你 前面要说什么 请拿给我 就是盯着很紧 这些东西小时候觉得 好累 长大的时候 他好像变成我们这种习惯 好像有时候 我跟你说话 跟涛哥说话 我后面不加一个谢谢 不好意思 我话节目下去 这就叫教养 你知道吗 正是我缺的 就是你知道吗 我们没有 为什么很多大陆的朋友到台湾 都觉得特别好 特别亲切 我昨天在雅各州看一篇文章 一个好像香港的一个80后的 跑到台北 他说坐在捷运 他坐捷运 他觉得一路上 有两个好像是捷运 专门有一个座位 深蓝色的 跟其他的颜色不同 特别区隔出来叫博爱座 我们的名字叫博爱座 对 他说他觉得既尊重又不解 就说一路上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宁愿站着 他说这个有老人坐在那里 你当然不用去墙 但是没人坐 你为什么不去坐 他就觉得我也不能理解 这就是规矩 这就是一个社会 他有教养 有规矩 包括感觉到的这种亲切感 你这人情味 中华民族以前是有的 老中国人 所以我觉得这位香港80后说的 我在看了一些老中国人的描述之后 我才觉得 本来就咱们就是这样 他说你比如说到台湾的店里 他说老板娘吃饭的时候 老板娘一见我是学生 偷偷的多给我加两碗菜 就是这种人情味的 所以别讲什么中华民国 这么一些大的那些事情 中华文化的传统在台湾 真是比我们保存的好 就这么简单 他没有经历会中断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